第3817章 天罡悟航福 异族沿路追杀 让他们心神俱疲 不论是身体 还是精神 时刻承受煎熬 古师姐 不行我们跟他们拼了 与其这样被他们追杀 还不如痛快地酣畅一场 别人不知道 周雨昕却非常清楚古师姐与异族之间的恩怨 当日跟异族交战 他就在现场 异族追杀他们 无非两个目的 第一报秘境之仇 当日要不是古师姐祖兰 一族已经诛杀柳无邪 邪二活捉他们 用来威胁柳无邪 我答应过宗主 要安全带着你们回去 所有人打起精神 只要我们进入万魔谷就安全了 古青烟目光看了一眼几名师妹 脸上浮现坚毅之色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是他们心目中的主心谷 要是自己倒下了 他们的信念会在瞬间崩塌 无论如何 也要带着众人活着逃出去 据我所知 万魔谷中魔气冲天 我们进去后 很有可能魔化 又是一名神水宗弟子开口道 魔化总比落入一族手中强 我们听古师姐的 周雨昕再次说道 远处还有一名女弟子放哨 突然折返回来 不好了 一族追上来了 折返回来的弟子大声说道 我们快走 古青烟当机立断 带着众人朝万魔谷的方向赶去 最多一日 他们便能进入万魔谷地界 到时候一族肯定不敢轻易闯入 亿万里之外 柳无邪跟徐灵雪不眠不休 全程都在赶路 两人修炼的功法极其强横 又苏醒了圣胎体质 圣宝器丝毫不见枯竭的现象 在有一日我们就能抵达万魔谷了 雪儿 我需要炼制一些东西 你带着万魔谷赶路 柳无邪神是给妻子传音 说完进入万魔谷中 接下来面对一族 没有十族的把握 他需要好好谋划一番 好 徐灵雪收起万魔谷 继续朝万魔谷的方向掠去 柳无邪来到万魔谷中 将苏若准备好的材料全部拿出来 随后又拿出天师蜜露 重新翻阅了一遍 心里很快有了主意 就你了 天罡五行符 此符一旦祭出 可引动天罡五行之力 威力无匹 具体效果 还要根据炼制者的水平 同样的符录 有些人炼制出来质量极高 有些人炼制出来质量一般 效果则是天地之别 柳无邪看了一眼天罡五行符炼制之法 很快做出决定 不达神王静 根本炼制不出天罡五行符 如今突破到神王二重 对他来说 问题不大 天罡五行符除了威力巨大之外 还有一种功能 可以组建五行神阵 能将对手困于阵法之中 换作常人 根本无法炼制出来 炼制天罡五行符 需要领悟五行之力 这对柳无邪来说 并非难事 还剩下大半天时间 必须要尽快炼制了 柳无邪双手结印 大量的材料飞起来 制作神符 首先要制作符纸 天罡五行符的符纸极难制作 是要五行之力反复淬炼 才能让符纸承载 五行神力 速落收集上来的那些材料 大部分都是五行属性的宝物 时间一点点流逝 柳无邪凭借强大的福道知识 加上恐怖的五行之力 只用了两个时辰 将所有材料全部炼化 接下来是制作符纸 不容易丝有失 柳无邪面色凝重 双手再次结印 五行之力缓缓运转 五种不同的元素 相互纠缠 相互碰撞 被柳无邪炼化的液体 按照自己的排列 不断地重组 五行相生但也相克 只要掌握其中选妙 五行生生不息 凭借天师秘露中精妙的炼制之法 柳无邪用了一个时辰 炼制出来三十张符纸 应该快要到万魔谷了 柳无邪看了一眼时间 再有两三个时辰 就能抵达万魔谷区域 第一次刻画天罡五行符 难免有些紧张 调整好情绪后 立即投入到炼制当中去 一道又一道的五行法则 融入到五行符纸上 崩 符纸陡然炸开 强横的冲击力 将柳无邪先飞出去 竟然失败了 柳无邪没想到第一枚就失败 没时间收拾心情 继续投入到炼制当中去 崩 崩 第二枚 第三枚相继失败 让柳无邪脸上表情越加的凝重 一共就三十张符纸 这样浪费下去 就算炼制出来 仅停十几张天罡五行符 根本威胁不到一组 组建一套完整的天罡五行符 最少需要十张天罡五行符 还不清楚一组具体数量 所以柳无邪必须炼制得越多越好 深吸一口气 将心中杂念全部摒弃掉 将心中浊气吐出来 柳无邪整个人顿时轻松 双手再次刻印 这次小心许多 每一次刻画 调动天道之力 加持到天罡五行符上 获得正道珠 柳无邪已经掌握太荒世界中的天道法则 在太荒世界中 他就是天道主宰 可主宰太荒世界中一切生灵 斩查时间过去 又到了之前失败的那个环节 柳无邪双手停滚了一下 最终还是咬牙继续往下炼制 十道 十五道 烙印在天罡五行符上的天地 符文越来越多 当天罡五行符上烙印五十道符文的时候 柳无邪大气不敢喘一下 成败在此一举 只要最后一道天地符文烙印上去 天罡五行符就算炼制成功 喝柳无邪大喝一声 最后一道符文 宛如离弦之剑 沐入天罡五行符深处 迅速与其融为一体 成了最后一道符文攥入天罡五行符中 一道道璀璨的光泽 从天罡五行符中泵射而出 雷文闪烁 水文滔天 木文缠绕 金文暴虐 土文厚重 终于炼制成功一枚天罡五行符 五种不同的能量 相互交织 却又相互排斥 这就是五行的妙用 第一枚成功后 接下来炼制就相对容易得多 越往后炼制 天罡五行符的品质越高 上面的雷文 木文 水文 土文 金文更加璀璨 更加深邃 一个时辰过去 剩下27张符纸 全部被它炼制出来 最后一枚天罡五行符 柳无邪足足刻画了100刀五行神文 要比之前刻画的威力更强 呼 望着面前27张神符 柳无邪如是负重 有了这些天罡五行符 纵然是面对一族 他也有把握将其重创 猝不及防之下 绝对能打的一族一个措手不及 命令中 追杀古青烟的那些一族速度越来越快 双方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你们逃不掉的 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瓦是当先一步 一锤朝古青烟他们砸下 恐怖的气浪滚滚而至 逼着古青烟停下来迎战 你们先走 我留下来拖延他们 古青烟大喝一声 让他们先走 自己留下来殿后 不行 要走一起走 周雨昕他们立即停下 要留再来陪同师姐一起作战 糊涂 能逃一个算一个 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师姐 就赶紧逃往万摩谷 等柳师兄到了 你们就安全了 古青烟立合一声 用大师姐的身份命令他们 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安排 周雨昕他们泪如雨下 每个人失声痛哭 快走 见他们无动于衷 古青烟一掌瓶推出去 将周雨昕等人直接推到百丈开外 送走周雨昕他们后 古青烟不仅没有逃 相反手持长剑迎向那些异族 追上来的异族见状 面露错恶之色 没想到古青烟主动跟他们交手 古青烟 看你这次往哪里逃 瓦氏咆哮一声 大锤的力量 已经逼到境前 战 这几个月时间 古青烟也获得一些机缘 从神皇三重提升到神皇四重境 战力直逼神皇五重 强横的剑气 撕开天地阻力 拦下瓦氏这一击 轰 瓦氏同样是神皇四重 修为不如爱米金跟吴一夫他们几个 却也不可小觑 吴一夫短短几个月时间 已经成长到神皇六重境 实力极为强横 扑扑扑 古青烟身体被先飞出去 震得口喷鲜血 如果不是这段时间连续遭受追杀 以古青烟的天赋 早已突破到神皇五重境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瓦氏再次手持锯锤杂下来 论真正战斗力 瓦氏不如古青烟 却胜在他时刻保持全胜状态 而古青烟体内的圣宝器 早已所剩无几 趁着他们大战的功夫 吴一夫还有爱米金等众多高手感到 要是陷入他们包围中 古青烟很难脱身 so 古青烟没有恋战 他已经拖延了一部分时间 周雨昕他们应该快要抵达万魔谷了 哪里走 见古青烟又要逃走 瓦氏大怒 身体陡然加快 手中的锤子 直接脱手而出 宛如一道流星 砸向古青烟的后背 古青烟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化解这一招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锯锤砸过来 难道我要命丧死地了吗 古青烟发出一声惨笑 体内的圣宝器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破解这一招 只能选择硬抗 就在锯锤快要击中的那一刻 好几道人影从两侧窜出来 喷喷喷 周雨昕他们离开不久后 又折返了回来 他们做不到将大师姐一个人丢在这里 几人全力合集 抵挡住了瓦氏的攻击 这也给吴一夫他们争取到了时间 成功形成合围 将古青烟等人围在中间 第3818章 二重山岳剑 几百名异族强者 里一层外一层 将古青烟他们团团围住 谁让你们回来的 古青烟怒斥一声 他本打算牺牲自己 帮助师妹逃出生天 这些异族明显是冲着他来的 只要自己死了 异族自然不会为难其他师妹 古师姐 我们愿意陪着你一起死 周雨昕一脸坚定之色 既然回来了 他们就已经抱着必死之心 同声共死 其他三名师妹一口同声地说道 看着他们是死决绝的样子 古青烟只能无奈地叹息一声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一族大军已经将他们困住 换作自己全盛时期 还能帮助他们四个撕开一道缺口 如今身受重伤 圣宝器枯竭 没有能力帮助他们逃走了 古青烟 你们很难逃出我们的手掌心了 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霸 免得受皮肉之苦 吴义夫从人群中走出来 对着古青烟说道 古青烟可是神皇四重敬 虽然身受重伤 要是临死前发动绝杀一击 难保不会伤害到族人 最好的办法 不战而屈人之兵 让古青烟自己缴械投降 哼 你们想要抓我威胁柳师兄 我劝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 纵然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们得逞 古青烟深吸一口气 脸上浮现一抹潮红之色 这是开始燃烧精血了 明完不灵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瓦氏一个泵射 手中大锤砸向古青烟 记得不要杀了他 无意负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让瓦氏留古青烟一命 放心吧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瓦氏发出一声凝笑 身体长驱直入 聚锤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 震得所有人耳膜作痛 我们拦下他 替师姐争取恢复的时间 周宇星率领三名弟子冲上去 让古师姐抓紧时间 修复体内的伤势 滚开 留在天机城的那名 异族强者悍然出手 拦在了周宇星四人面前 一掌劈出 滚滚热浪 逼着周宇星四人后退 轰 周宇星四人直接被撞飞出去 身体狠狠地砸在树木上 震得口喷鲜血 仅仅一招 四人就遭受重创 失去了反抗能力 古师姐 我们来世再见 周宇星艰难地从地面上站起来 咬住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恢复一丝气力后 冲向瓦氏 不要 古清烟发出一声惊叫 他岂能看不出来 周宇星这是打算自曝 强行开辟出来一条通道 神皇一众自曝 绝对惊天动地 纵然是吴义夫都不敢掠其锋芒 这也是吴义夫希望古清烟 主动束手就擒的原因 其他三名弟子艰难地站起来 拖着残缺的身体 同样冲向瓦氏 四人身体不断膨胀 随时都能死亡 瓦氏的攻击 眼看就要击中古清烟 另外四人突然跑过来跟他同归于京 让瓦氏十分愤怒 瓦氏 退回来 吴义夫大喝一声 让瓦氏赶紧退 现在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没必要跟对方死磕 鲜血顺着周宇星的五官溢出 身体不断裂开 血肉一寸寸喷射 场面惨不忍睹 一族无动于衷 甚至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这正是他们期盼的结果 看着四名师妹为了自己选择自曝 古清烟粉全紧捏 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就在周宇星他们快要炸开的那一刻 远处苍穹掠过来两道人影 神魔一拳 沧海神掌 一拳一掌 相隔千丈 以雷霆万军之势 碾压整个战场 有人偷袭我们 四周一族顿时骚乱 谁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偷袭他们一族 强横的权益 震得苍穹不断晃动 天地不断塌陷 让那些实力较弱的一族身体摇摇欲坠 随时被全静碾死 五金的水流 从苍穹坠下 形成万丈洪水 将那些普通一族卷飞到半空中 随后又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纵然不死 也失去了战斗力 周宇星四人身体突然定格在原地 强横的牵引力 将他们转移到了别处 轰轰轰 全静砸下 摔在地面上的那些一族身体不断炸开 隐生生被打爆了 前后也就半袭左右 一拳一掌斩杀几十名异族强者 如此恐怖的方式 让吴义夫还有爱米精他们倒吸一口凉气 嗖嗖 两道人影从天而降 落在了古青烟身边 古师姐 我们来晚了 看着浑身是伤的古青烟 徐灵雪连忙拿出几枚丹药 分别送到古青烟跟周宇星他们的口中 遭受异族追杀 古青烟他们身上的疗伤丹药早就消耗一空 才导致伤势迟迟无法恢复 徐师妹柳师兄 你们不该来的 古青烟吞服丹药后 脸上恢复了一些血色 柳无邪没说话 冰冷的目光落在吴义夫的脸上 吴义夫 你敢伤我的人 今日我要涂光你们整个一族大军 柳无邪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 每一个字里面蕴含着极强的杀意 上次一战 双方不分胜负 最终逆境坍塌 他们才结束战斗 好狂的口气就凭你们两个 就妄想斩杀我们这么多高手 真是狂妄至极 上次瓦是在柳无邪手里吃亏了 这次第一个跳出来 手中大锤指向柳无邪 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 吴义夫没说话 静静地打亮着柳无邪 目光时不时看向四周 三个月没见 柳无邪的实力要比之前更恐怖了 刚才那一拳 换做是自己 都要小心应对 不用看了 柳无邪知道吴义夫在找什么 逆境中要不是柳融干涉 他们已经杀了古青烟跟自己 听到柳融不在 吴义夫脸上的表情 确实放松了不少 柳无邪 我承认你很强 但你面对我异族大军 又有多少胜算 如果你甘愿跟我们返回异族接受调查 我可以做主留你一条性命 吴义夫不紧不慢地说道 交战之前能否回答我一个问题 柳无邪摇了摇头 他不可能跟异族回去 这一战在所难免 不过在战斗之前 他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想问 我们为何要追杀你 吴义夫似乎早就猜到柳无邪要问什么 是 柳无邪目光落在吴义夫脸上 等待他回答这个问题 他确实想要知道 异族为何三番五次要杀他 这个问题等你到了异族 自然就明白了 恕我不能奉告 吴义夫耸了耸肩 不是他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有很多东西需要回到族中进行验证 才能最终确认 既如此 那便站吧 柳无邪不愿意跟他们废话下去 从苏洛口中得知 吴义夫率领异族大军 斩杀沈水宗好几名弟子 辛仇旧恨 也该算一算了 言罢 骇然的杀意 以柳无邪为忠心横扫而出 一股狂霸之气 席卷天穷 艾米金 你去会会他 吴义夫不确定柳无邪的实力达到什么程度 让艾米金上去试探一下 如果艾米金不敌 再派其他人上去 恩 艾米金点了点头 他知道吴义夫的对手是徐灵雪 这一战只能自己上场 徐灵雪将古清烟 还有周宇兴他们安顿好了之后 手持长剑守在他们身边 以免其他异族偷袭 艾米金悍然出手 他可是神皇四重镜 实力强横 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 柳无邪不敢大意 手中玉龙剑横切出去 凌厉的剑气 携带杀伐之气 将空间切割的支离破碎 枪枪枪 仅仅一个照面 两人交战数百招 艾米金越战越惊 柳无邪不过神王二重 不论是气力 肉身 神魂 丝毫不比他弱 吴义夫面色凝重 柳无邪成长速度 远超他的想象 任由他继续成长下去 必然能威胁到他们一族 你们两个去帮助艾米金 吴义夫看向右侧两名异族强者 他们的修为同样是神皇四重 面对三名神皇四重镜 柳无邪压力大增 柳无邪 给我死吧 后出手的两名异族强者战斗力 更加彪悍 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打法 仗着异族强大的体魄 不断给柳无邪施压 柳无邪现在的战斗力 充其量堪比神皇三重 全力以赴之下 诛杀神皇四重也不是不可能 面对三人一起进攻 还是显得捉襟剑肘 一指剑归来 二重山越剑 柳无邪同时施展两剑 分别是九天圣剑决的第一剑跟第二剑 艾米金身法奇快 轻松避开柳无邪的剑招 手中弯钩朝柳无邪后背勾去 另外两尊异族正面交锋 拖住了柳无邪的速度 枪枪枪 兵器撞击的声音让人牙齿发酸 聚集在四周的那些异族 看得眼花缭乱 徐灵雪暗中替夫君捏一把汗 随时做好出手的准备 一黄斩查时间过去 三大异族夹击之下 依旧奈何不了柳无邪 古青烟他们的伤势 正在逐渐恢复 这一幕不是异族愿意看到的 吴义夫 我们不能等下去了 要是其他人族大军赶到 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又是几名异族强者走出来 对着吴义夫说道 所有人一起出手 诛杀他们 吴义夫确定 朱容不在这里后 一声令下 所有异族全部动起来 终于开始了嘛 柳无邪舔了舔嘴唇 脸上浮现一抹疯狂之色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让所有异族集中到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